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天天氣潮濕並且有幾陣鮮雨 大家出門的時候記得帶頂把傘 今早早東部地區累積雨量比較多 由午夜至六點鐘 普遍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而六點多時 大部份地區的氣溫 介乎在22至23度之間 由於香港的偏東氣流比較潮濕 加上下著雨 今早早不少地方的相對濕度 是接近百分之一百 大家留意地面濕滑 今夜海上航的朋友也要留意能見度比較低 接著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一度廣闊的雲帶今早繼續覆蓋著環南沿岸 我們預計雲帶一日頭會薄一點 天色有機會光慢一點 而電腦的預報道看到 現在影響我們的偏東氣流 會在今日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所取代 不過偏南風會繼續將暖濕的空氣帶到沿岸地區 未來一兩日我們濕度仍然會比較高 今日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早晚部分地區能見度是頗低 而日頭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日會是25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冬趙東南風 而初時離岸和高地是吹強風的 看看大家強烈過後風訊號現在是生效 至於展望方面 預計未來一兩日天氣繼續都是潮濕 日頭會是溫暖 而氣溫之後會有些變化 預計到冷風會是星期四晚 至到星期五早前橫過廣東沿岸 受與它相關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接近周末我們的氣溫會稍微下降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好 再見